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明天即将率领 由中国企业家组成的经贸访问团来到台湾 他行程的第一站就在高雄 而今天高雄市长陈菊首度表态 他说如果海基会有正式的官方行程安排 他不会逃避跟陈云林见面 但是虽然民进党的地方首长展现了弹性的态度 地方上的独派团体还是要在后天 陈云林到高雄的时候发起抗议行动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23号将率领经贸考察团来台 展开为期六天的行程 虽然这是陈云林第四次来台 却是首次访问南部地区 由于两年前海协会副会长张明清 在台南孔庙遭绿营抗议人士推倒在地 这次陈云林南部参访行程 维安工作不敢大意 海基会也呼吁民众不要以敏感的政治角度来制造纷扰 尽所有的力量来做好他们维安的工作 尽管政府将摆下大阵仗的维安警力 但独派团体已经表明将在二十四号 陈云林南下高雄当天发动两场抗议活动 独派团体不只将发动抗议 日前也公开呼吁 律云南部首长巨见陈云林 面对独派团体的压力 高雄市长陈军尚无首度表示 如果是官方场合而且符合对等立场的原则下 他不会回避见陈云林 这是陈云林来台的行程规划 二十四号南下高雄二十五号将转往嘉义县 二十六号安排前往云林 参访台硕六清二七号前往北市内科及新北市 预计二十八号离台 不过陈云林来台的每日行程确定时间 为配合伟安工作 至今还是保密到家 将在前一天才会对外公布 记者综合报道